这是意大利选手贝恩 中国选手隋宝库是还在第七位 在半决赛当中隋宝库能够杀进决赛也是非常的惊险 好 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隋宝库在比赛刚刚开始之后 先首先是跑到了这个领阀的位置上 这名选手今年22岁1986年出生 来自黑龙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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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男子短道四华项目上呢 应该说在过去像李家军这样的选手 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 但是我们在世界性的大赛当中呢 还是很少有特别出色的成绩的 到目前为止呢 应该说男队在冬奥会上 还没有实现这种金牌的突破 这个目标也是中国男队 到目前为止不断追逐的一个最高目标 这一次呢 中国男队是老将李野隋宝库 另外呢还带着四位新人 包括宋伟龙 谭家梁 张志强和李浩南 出战本次美国世界杯 我们在关键的时刻比赛当中呢 这次应该说还是老将隋宝库 闯入到了决赛 在这一组当中像每个选手哈梅林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选手 还剩最后的三圈 水宝库现在的位置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往前 目前他是排在第三位 被对手超越了 刚才超越他的是美国选手西蒙 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手 利用弯道的技术 我们看一下隋宝库应该是排在了第四位 获得冠军呢是航空选手盛西贝 加拿大选手哈梅林是获得了第二名 美国选手西蒙排在第三位 而中国选手西宝库第四位 画面上现在播放的这是 在刚才已经结束的女子1500米A组的决赛 中选手周扬和孙林林在比赛当中的尽头